周休假期 今天天气不错的 白天依旧闷热 高温冲上32度 不过要好好把握 这样的好天气了 主要华南云系 渐渐带来水气 东半部会最先变天 下午开始降雨 北部地区快的话呢 可能晚上也会开始下雨 进一步来看雨区 基隆 宜花东 下午要设防局部大雨 在中南部的山区 则是容易发展出来 一些午后雷震 在北部西半部地区 可能晚上也会开始飘雨 各地约接近星期天 天气就越不稳定了 外出即得到带把雨伞 走视图看到了 明天母亲节雨势 是最明显的 全台北到南都有 局部性的震雨出现 甚至有雷雨 虽然下雨 但是高温下降不多 还算温暖 那么周日下雨 下到周一的白天 周一的晚上雨就都停了 那么接着周二 云带远离之后 周三周四会暖热如下 回到白天高温 午后震雨的天气形状 但是下一波封面接近 预计就在下周五了 降雨的情况 在下个周末又会开始变多 那么今天外出踏青旅游 自外线都高 务必要防晒补水 白天来说天气好 但是看到了 几乎都带着闪电的图示 显示有发展午后雷震雨的可能 尤其山区活动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中南部景点阳光灿烂 但一样越往山区走 越要当心午后剧烈降雨 而到了明天母亲节 全台各地都有雨 建议明天户外行程要有雨备的方案 你快来看今天的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北部多云偶震雨 温度在22到27度之间 中部情势多云 温度也建于22到30度之间 至于南部山区 午后震雨多 温度在24到31度 多半部因为降雨比较多 温度只有21到28度 至于在外岛的马祖 澎湖地区 今天是多云 明天开始转为震雨 温度在19到26度之间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